缅甸军方的镇压暴行 挡不住下不了 缅甸民众再度走上街头 争取民主的决心 缅甸军体周六在中国大城曼德勒 向反正边示威群众 发射实弹及橡胶子弹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地面大批血迹 令人触目惊心 军警卫的镇压民众 为了制造恐怖氛围 打红了眼 见人就打 见人就抓 进入在缅甸民众心中 制造恐惧的因子 不过效果适得其反 民众心中更多的是 愤怒与勇气 在第一大城仰光一波波扁电民众站了出来 走了出去大声向军政府发声 不会屈服不会放弃更不会恐惧 各国纷纷痛斥 缅甸军政府的暴行 包括七纳工业国集团 欧盟以及联合国都强力谴责暴行 欧盟并将在周一开会 做出具体的决定 国际通信 综合拜订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